新蒲江一洞攻下 清晨發生三級火 燒了接近15個小時 直至晚上8點才大事糾息 一人不惜崇潤 羅永詩報導 火警燒了7個小時後 去到中午死灰復燃 燒著了外牆搭建的棚架 火勢迅速蔓延 冒出火洩 有足智跌到其他樓層 消防架起雲梯射水 現場是新蒲江五方街 31至33號 永顯工業大廈9樓 一個電子零件倉庫 清晨5點17分 梯間首先起火 火勢一度受控 但去到早上的近9點鐘 再次冒出大量濃煙 並且升懷三級火 現場更加曾經傳出爆炸聲 消防派出流動指揮車到場 又出動無人機 動用了五條喉和五隊煙霧隊 有市民自行疏殺 一人吸入濃煙不適 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治理 消防說 肇事單位面積大 灌構期間一度發生爆炸和回燃 輕微波及隔離的單位 裏面亦放了電子零件和塑膠外殼 濃煙和熱力 令到我們建構有困難 至於外場的棚架和保護網 因為大廈正直在維修期間 都需要動用我們的雲梯水塔 在外面做一個外圍的花灑 來進行外圍的滅火和降溫 這亦需要我們動員一些額外的人手 我們發現大廈的手動火警警部系統 不能夠正常運作 我們的專責隊伍也展開了它的調查 受火警影響附近的一段彩虹道 和四尾街全線封閉 多條巴士線要改道 NOW TV記者 劉榮詩報導